因为你有爱 所以我们存在 因为你有爱 人生少开怀 因为你有爱 所以我们存在 因为你有爱 人生少开怀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 准时收看音乐有爱节目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请到了 是在台湾流行音乐界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团体 那就是北原山猫 我想大家听到这个团体呢 就会知道 他们不断地在台湾 在推展的就是台湾原住民音乐 很多朋友听到他们的音乐都感觉到 非常的开心 活力 而且振奋 是 吴廷宏老师跟陈敏仁老师 他们长期致力于原住民音乐的一个推广 以及提拔很多他们的后劲 那我想对原住民音乐的保存 他们已经是努力好几十年了 我们看到他们的表演 其实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他们始终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不懈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老师 在台湾流行音乐的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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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因为你们是原住民有一种非常先天的一种乐观的一种不幸 即使面对很多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挫折啊 起起伏伏伏 但是總是保持在音樂當中 傳遞一個非常樂觀的心情 其實有的時候 在看我們原住民的一些音樂 我們北人沙貓幾乎來講 它是一個算是一個寫照 我們就哪怕是這個悲哀的 我們會把它唱成快樂的 所以你不管到哪裡 慢的歌 我們會很自然 就是很多那個 我們會把一些歌曲 快樂 它是快樂是擺在對面 而不是自己快樂 我們會把快樂分享給大家 像我部落 在前一陣子那個祖靈祭 就是我們去類似漢人的掃墓 奇怪我們在祖靈祭的時候 我們有同盟會叫我們說 好完了 我們拜完了以後對不對 這個行李完了以後 我們唱歌跳舞 這樣好嗎 這個那麼神聖的地方 我們的祖先就喜歡看到我們這個樣子 要很這個很和樂的樣子 很快樂的樣子 汉民族的這個文化 跟你們的原住民的文化 其實在觀念上的話 有很大的差異 好像要很嚴肅啊 在祭祖的時候 可是你們就是 我們生活裡面 應該是充滿著歌舞 以及歡樂的部分 沒有錯 那當我們在悲傷過了以後 我們還是從事那個歡樂來過日子 大家還是要面對這個事 對 但是像我們本人上方來講 從以前最早的時候 從第一章開始出了以後 有時候有時候 比如說我們在消遣之間 妹妹的男朋友 完全都是男主角 我們會形容就是這個女孩子 他的男朋友 永遠都是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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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很可憐的人 永遠就是長得很抱歉的那種 很有意思就是 其實你們的音樂裡面 你們常常用這樣幽默的方式 來討侃自己 來調侃自己以外 其實是用一種很幽默的方式 跟大家來分享你們的感覺 你們是怎麼樣去發展出這樣的一個 因為你們常常講笑話 然後常常先用自己 消遣自己的方式 讓大家很開心 無非就是這個氣氛不要弄得很僵 就是大家會快樂 其實我們不是說只有很快樂 但是我們也有非常嚴肅 非常抒情 像那個 像賴座有沒有 好 賴座 是非常的抒情 他會告訴你 你們清唱跟配音樂 這樣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他會告訴你說 人的生命 它是永遠的 是 生命的意義 永遠的 就像那個節目叫 音樂有愛 哪浪洋愛 那浪洋愛 好愛 有愛 你也有養 你也有用 好養 欸呀 那浪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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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樑洋愛 啊 啊 我看你們的精神讓我們很感動 即使我們看到原住民 他們面對受傷的土地 看到部落不斷的在遷徙 我發現你們還是用一個 非常樂觀的態度 在歌 在舞當中 你們真真實實的腳踏土地 然後能夠忘懷 然後去面對這樣子的悲傷 我覺得這一份真的是讓我了解 這人應該是這樣面對吧 不要那麼沉悶吧 不要沉悶 對 不要喪至對不對 我們有很多一些歌曲 比如說像那個 他曾經在80年的時候 有一首歌叫 可憐的落魄人 這是很好的歌 其實我們也唱得很快樂 對 你可以喜龍我 也可以啊利用我 再來 就算你不再愛我 姐妹也該說hello 然後我們唱完之後 荷安若然 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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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這種 對啊 歌本來就是要 陶寅性情的嘛 那連那落魄人這首歌好像 你們在其實在那個歌詞意義底下 其實還有一些 是喔 不一樣的一些想法 其實是在 在 在講說整個長期的漢人的 這個主導社會裡面 對原住民的一些 其實好像就 邊緣化 然後幫你一種 一種利用的一個工具 是 其實對我們的歌裡面有很多 雙關聯的東西 是是是 那像這個 因為過去 因為原住民都是他們那樣的和善 後來外來了 你進來以後 給了很多的這個壓迫 那原住民呢 他沒有辦法製造 有時候唱歌就調侃自己 像這個可能的落魄人 其實他 他底印裡面有一些 就是對這個社會 對政府的一些 這個期待 對 你可以欺騙我 你可以利用我 像原住民過去 被這個 在這個轉型的時候 被國家也好 社會也好 利用了很多 像遠洋的 或是到最底下 煤礦坑裡面去工作的人 那犧牲了很多 原住民的一些老齡 是是是 現在呢 在台灣好的時候 原住民呢 沒有得到 相應的這個報答 老師你們要不要唱一下 跟我們聽 就是唱一個 一個完整的一個段落 你可以喜弄我 也可以啊 利用我 就算你不再愛我 見面也敢說哈嘍 你也有海岸 每一次我見到了你 你總是血眼看看我要等一眼 到底我哪一做錯 請你可憐我心上忍 好一好 好一安 Yeah 見面還是要說哈嘍 你看這真的是三分情 是不是 對 真的是了不起 有的時候我們在 尤其在我們在做音樂來講 其實我們自己 會把我們自己部落的 他可能有部落歌 可能有林班歌 他可能有傳統歌 所以我們就 依據我們兩個人在 音樂自己的一種一種詮釋 我們就會怎麼去處理 有時候我們就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 那個我們會把人哈 比如說 原住民原住民 長得不一樣 有的那麼黑 有的那麼白 有的那麼高 有的那麼矮 看來看過去 就是不一樣 Yeah 我們會 會把一些這個很 而且會把 那個歌很紅耶 對 是啊 原住民長得不一樣 我們會去把那個 就是每一組 原住民原住民 長得不一樣 有的阿美族 有的泰亞族 有的泰亞族 有的不能煮 米酒喝下去 什麼都不拍 原住民 在這邊不能講酒啊 不會不會 大愛是這個 不會不會 沒有沒有 大愛我演了很多大愛的戲 是是感恩 其實酒在我們原住民是非常尊貴的 對 因為過去我們要釀一杯酒 你知道多少的這個小米古物 才能釀一杯酒 而且我們過去啊 在喝酒的時候只有 然後慶典 祭典 還有嘉賓朋友來的時候 才會喝 所以這是很珍貴的東西 平常不是像很多人對原住民有個誤會 所以好像原住民很愛喝酒 然後可能會 就是說大家有一個錯誤的一個印象 所以有些東西是應該那個符號要拿掉的 那一場 奧巴斯 搜刀的生命 我的家約 奧巴斯 天意不怕 不落的英雄 足有的勇士 穿出山里 有魔虹无比 你追着大力的干净 奔驰天地 笑傲山谷 拥抱着山林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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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我觉得原住民文化 其实我们真的是有好多宝贵的经验 是可以发扬光大 像我们讲到原住民文化 你们今天所穿的一些服饰 上面的一些图案 图腾 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介绍 首先看到你们的帽子 帽子上面有蛇的图案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谈 这个蛇这样子的一种 我们可能很多人 城市的人会很害怕 为什么对于你们来讲 你们会是一个最重要的精神象征 其实看到这个蛇 几乎是百步蛇的图腾 这个在过去我们的老一辈的都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的阻力 不怕 像我的母亲常常告诉我 你如果在郊外碰到毒蛇 或是蛇的话 你不要怕 你只要对她讲说 一幕一幕就说 掌一表里 我们祖先门 我们要经过这里 你不要害我 让我们过去好吗 那个蛇自然而然就走开 真的 真的 你不要去对她 不要去 丢她或是伤害她 她绝对不会摇摇 就走了 自己就会摇摇 而且你要对她念说 我要回去了 这个路让我走 她就离开了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心态 用一个不同的心态 不要用攻击的方式 所以其实 祖先留下很多的智慧 其实对你们来讲是很受用的 在山林里面生活是很重要的 老师你们这个领带 这边有一个小娃娃 这个小娃娃 摆布在上面 意思就是我们 它跟太阳 只有剩下的我们的人类 我们的 百步蛇 百步蛇跟太阳结合 生下了我们的人类 因为这个 这个毒蛇里面 这个百步蛇算是蛮毒的 嗯 他肯定是个蛇中之王 所以我们对他的尊敬 两位的音乐里面都是 你们是所有的这个 各个台湾的族群歌 你们都要唱 但我发现我们台湾演出品的歌 有很大的特色 就是虚字特别多 而且以前常听说 这什么意思 那原住民族說這沒有意思啊 這是虛字 我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虛字 因為我們聽聽可能也許有一些 其他地方的少數民族在唱的時候 其實他們沒有那麼多虛字 這是我們很大的一個特色嗎 這是這樣喔 因為原住民族 就是本來沒有文字的 他們都是口口相傳的 不管是裡面的涵液也好 但虛詞呢 就能夠表現我們的聲音 我們有喉嚨的聲音 你不要看海洋那是隨便亂唱 不可能的 不可以的 這必須像泰雅族的 北南族的 這實用的虛詞就不一樣 排灣族也不一樣 排灣族的一阿一很多 我們海洋那個像阿美族跟北南族 海洋 南魯灣 海洋很多比較多 南魯灣 南魯灣這個都是虛詞 那這個虛詞其實我 聽我小的時候就問過我父親 我父親算是台東地區 第一個在Ruji時代 在台北念示範學校的英語 是是是 我的父親啊 他學音樂的 那我曾經問過他 到底什麼意思 他說其實這個虛詞這個稱詞 就看你個人 你對這首歌的詮釋 你怎麼詮釋它 聽的人是怎麼去聽它 而不是需要 不需要歌詞 好 用我作詞 其實我要唱這個情歌的話 開始 一聽就非常熟情 那就是情歌啦 那就說在我們在慶典 大家一起唱 再跳 其實主要是感覺 而不是歌詞的意思 就是我在唱琴歌 我是在唱那個感覺 這個虛詞只是幫助我 幫助我把那個感覺唱出來 你如果在唱歌詞的時候 一般我們歌詞你知道嗎 我們會一直專注那個歌詞 怕唱錯了 那這個歌可以講說 大概百分之八十不是成功的 那唱虛詞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自然的 你隨時隨地加入歌詞 那個歌就是那個意思 所以我們只要講阿朵的 即興演唱 所以在每一首歌裡面 這個一首歌 譬如說這首歌 剛剛唱完那首歌 每一個人 在一個部落裡面 就好幾個版本 好多人都可以怎麼去詮釋 這樣我可以理解了 是 為什麼原住民 老師們 你們唱歌 就是都是在唱感覺 對 那我們很多的人都會只限制在 那個旋律要怎麼唱歌詞 是什麼意思 對 真的要唱進那個感情 還真是要像你們的 有很多的虛詞 不斷的在裡面鍛鍊自己的感情 對 就像他爸爸曾經做一首歌叫 台灣好 對 太棒了 可是他的原曲就是這樣 那裡面都是虛詞 可是 從頭到尾都是虛詞嘛 對 對啊 沒有聽到一個什麼特別的 用漢字的 台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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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真是個虛詞 那又不一樣 你要記一個歌詞 我們不用 很自然 那這裡面都是虛詞嗎 虛詞 全部都是虛詞 真的 我見到你 我想念你的是 我想念你的是 就這樣子 就變成一種懷念的歌曲 好感動耶 我是第一次聽到 聽到你們這樣詮釋這個音樂 我才了解說原來是這個意思 是啊 常常有一些朋友就說 你到底唱什麼 你不用了解意思 你感覺怎麼樣就覺得 感覺就 感覺對了就對 現在人最困難的就是感覺 大家都沒感覺 所以 所以要靠你們的音樂 把那個感覺帶回來 你早上吃什麼 我吃媽的 你住哪裡 我住哪裡 你什麼名字 我叫你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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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起來刷刷牙 我看到了妹妹在睡覺 我摸摸她的頭頭 她摸摸我的頭頭 我馬上爬起來 我叫你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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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談談這一次喔 你們這個專輯 其實真的等了六年 那這個創作其實 在這個段時間 你們其實也不斷的在做創作 也在傳遞你們自己原住民音樂的 這樣一個栽培下一代族根的工作 可以談談這張專輯 你們的一些想要傳達的想法 我們的新專輯叫快樂的族人 唱歌吧 對 它是整個就是 我們把全世界的人都當作我們的族人 自己的 它不是說只有我們是 我們是 原住民 原住民是族人 不是 你家來的 我們就是 都是一家人的意思 主要是我們在著重我們自己的文化 尤其 我們不是這個 只做一些 我們會 廣泛的用很多歌曲 比如說我們不會忘記 非難族的 也不會忘記太陽族的 也不會忘記這個 非常在原住民音樂裡面 他這個號稱世界的巴布音的布農族 是 我們要非常謝謝兩位前輩來到這個節目當中 給我們很多很多生命當中的一些熱情的啟發 感恩兩位老師 謝謝 謝謝 我的英雄 主任的勇士 傳出山林 名字幕 samplesín 歡迎 粉絲 送個 嘿嘿嘿 嘿嘿嘿 高护 哦哦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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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护 哦哦 高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